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蔡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豌豆苗的种植超响解 那今天所使用的种植工具是种菜小帮手 那我们要欢迎你加入种植豌豆苗的行列 并且恭喜你选择了用种菜小帮手来种植 这样子的搭配是非常简单方便干净 可以让你稳定的丰收豌豆苗的方式 成功的种植豌豆苗的关键就是温度湿度以及发芽率 还有要剔除掉不健康的种植 种菜小帮手可以帮助你搞定最难控制的湿度 以及可以稳固的来定植 它提供了一种无土干净的室内种植形式 我们要开始种植之前 要先来确定一下未来7到12天的天气状况 种植豌豆苗最佳的温度是18到23度 次佳的温度是24到30度 以及14度到17度 如果温度超过了31度 那你需要种植在这个比较通风的地方 按照我们的实际经验 低于14度虽然会发芽 但是成长缓慢 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在14度的时候来进行种植 那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这个定植之后收成的天数 在温度30度以下大概7天可以收成 25度以下大概10天可以收成 那如果说是15度的话大概需要12天 那我们超过了这些温度的范围 我们就不建议初学者来种植了 可是当你熟悉了这样的种植形式之后呢 即使是30度以上啊 你也可以轻松的在家里面种出观豆苗 好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种植的环境哦 我们在室内种植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家里面哦 就是哪些地方可以来种植呢 其实呢我觉得呢像是这个餐厅哦 客厅或是呢厨房靠近洗手台的地方 都非常的合适 我们只要注意呢挑选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呢不会说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去碰撞 或者是掉落 这样子呢这些地方呢都非常的合适 还有呢你要找一个这个周遭呢 有30公分的这个空间的地方来种植 这样子呢可以确保呢 这里的空气呢是对流顺畅 那如果说呢稍微有点微风的话呢 这是更棒 好那这个在种植豌豆苗的时候呢 会需要明亮 那最好呢是有这个放在窗边有散色光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放在这个室内的这个灯光 或者是呢加装这个人工的这个照明灯哦 每天呢大概是有4到8小时 那但是呢就是要避免让阳光直接照射到 好当我们呢是放在窗户边呢 来接受这个自然的光线的时候呢 要多多的观察一下整体的这个生长状况 避免呢这个水分呢蒸发的速度过快 那这样子呢你的这个弯豆苗呢就很容易会干死 好那接下来呢种植呢的这个地方呢 温度呢最好是可以比较稳定的地方 也就是呢它旁边呢没有冷源或热源 然后呢它的温度变化比较小一点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呢是禁止呢在这些 家里面的选择这些地方来种植哦 第一个呢就是呢不要阳光直射哦 第二个呢就是有大量的风在吹 有些这个走道啦还是门口的地方 可能风比较大一点这些地方呢就是不要种植 那另外呢还有呢冷气的出风口 或者是呢太靠近暖气的地方 这些地方呢都不合适哦 那在开始种植之前呢就是呢要来考虑 决定一下呢我们呢大概会吃多少分量 以便呢决定你要种植多少分量 那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哦在市售的这个弯豆苗呢 大概差不多呢250公克一包的话呢那翻售的价格呢大概是80块钱 那我们一般呢在炒菜食谱所需要用到的这个分量哦 如果以两人份来讲呢大概的用量呢就是250克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在种子呢会用到这个种菜的小帮手哦 里面的这些配件呢来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哦 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绿色的接水盘 因为呢它的盆子哦比较浅那所以呢我们在接水的时候呢 不需要装太多水所以它更加省水那另外呢它的这个 边角呢都是圆弧的形状所以呢没有那个死角 如果有这个死角的话呢可能就不太好清洗 圆角呢比较好清洗 再来呢就是这个大面积的定值盘 你看这个面积呢就是可以种蛮多的哦 然后它的这个孔洞的大小呢正好呢适合呢这个 这个豌豆苗的这个根呢来扎入 因为豌豆的根呢就是会比较粗一点 那并且呢它呢扎进去之后呢它就可以稳固的 冻在这个网格上面 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定值盘 好另外呢再来就是这个透明的保湿盖 好我们如果说在购买的话呢 尽量就是含保湿盖这样来购买 因为这个保湿盖非常的实用哦 它呢提供了一个你种植过程中 如果需要光线来照入的话呢 你可以同时保湿呢又兼顾这个光线的照入 豌豆苗呢非常需要保湿盖 我们在开始种之前呢 我们都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配件哦 就是有没有破裂 那这个有没有漏水 那并且呢这个组装起来呢 是不是都还正常没有变形哦 然后呢很稳固 好我们让人提醒你呢 这些呢都是属于耗材 那如果呢你发现呢已经开始有损耗了 请及时的呢购买配件来更换 接下来呢就是要把种菜小帮手清洗干净 每次用之前呢都还是要清洗 为了要降低它的吸菌数量 就把它用这个刷子 用洗碗巾 把它撒洗干净 冬洗完成可以开始来种植啦 下一个步骤呢是要记录种植的时间 因为呢知道哪一天开始种植是非常重要的哦 以便于我们在后面的每一天啦 都可以依照生长的贴数来进行照顾 我们可以使用笔记贴纸 还有水溶性贴纸 或者是像这种小子卡 写上我们要种植的植物名称 还有今天的时间 下一步呢是要树意选择 要使用弯豆苗专用的种植 它代表着呢它的发芽率有70%以上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弯豆苗的专用种植呢 因为如果你使用了不发芽的种植啊 在过程中会腐烂掉发霉 并且呢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种植成功率 以及你的收成量 弯豆苗专用的种植它代表着它是保存良好 而且呢从供应商一直让你收到的这个手上的时候 都是属于良好的保存条件 那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种满整个定值盘面哦 而豌豆在泡水之后呢它会膨胀大约一倍 所以呢我们要考虑在发芽率的情况之下呢 将种植啊铺满整个盘面大概60%的地方 所以呢以0.8公分左右的这个豌豆种植呢 大概需要200ml 凉取好所需要的种植之后呢 我们就将它放入下面的这个接水盘当中 再来呢就开始淘汰异常的种植哦 像是太小的种植 裂开的种植 有破损的种植 还是呢看起来干干别别 颜色不太一样的种植 我们都把它挑出来 好就是第一次的淘汰哦 就先挑出呢一看上去呢就是明显的破损的种植先挑起来 下一步是清洗种植我们把自然水加到上面 大概就是可以淹没过这些种植哦 然后呢轻轻的搅动它 这当中呢如果你有发现呢就是一些破损的种植呢 也可以在这时候呢赶紧把它挑选出来 因为这时候看的会更加清楚哦 然后呢盖上这个白色的大种植定质盘 将里面的水倒出来 慢慢的倒出这些脏水哦 动作就是慢一点 避免呢就是摔伤你的种植了 再来呢就是要浸泡种植来进行催芽了 再加一次水 那种植呢一样是放在这个接水盘当中哦 然后呢盖上这个白色的大种植定质盘 然后呢现在呢就慢慢的加入这些干净水 来浸泡 这些干净水呢我们可以用家里面的自来水 饮用水 纯水 电解水 还有矿泉水都可以 那这些干净水呢就是慢慢的加入 直到它呢淹没过所有的种植 直到呢高度高过于这个白色的这个定质盘 然后呢把这些呢放在阴凉 而且没有阳光紫色的地方呢 总共需要浸泡12个小时 在这过程当中呢第6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来帮它换一次水 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来设定定食器哦 等到时间之后呢打开定质盘 捞掉这些杂物还有异常的种子 然后再盖回定质盘 慢慢的倒入污水之后再加入干净的水 当你在做这些清洗加水还有倒水的动作的时候呢 动作请你轻柔一点不要大力的碰撞 当你遇到裂开破损 看起来软软的烂乱的还有颜色异常的的种子呢 请你将它淘汰掉 等到浸泡完成之后我们再回来记录 好 我们的万动苗种子呢 已经泡水12个小时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这个 把里面的水呢给倒掉 在这12小时之内呢 我在6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有换一次水 那并且呢有挑出这个不好的种子 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再来把里面呢 如果有一些破损的种子呢 继续的把它挑出来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有颜色啊 比较暗一点啊 或者是明明已经泡水这么久了 如果看起来还是很干瘪的话呢 这些呢我们都要把它递除出来 那这些种子呢如果你不把它挑出来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种子哦 它可能会在里面发霉或烂掉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不要手软哦 只要你有觉得有异常有破损有颜色 像这个特别小我们也可以把它挑出来 这个呢看起来呢有一点裂开来了 这个呢我们也把它挑选掉 这个就是我挑选出来的这些 有问题的种子 甚至有一颗呢居然已经长根了 不过它的根呢看起来不太健康 所以我也把它剃除掉 有些破损的画面 好挑选完毕之后呢 就把这些水呢给倒出来 好那倒出来的方式也很简单 把这个网格盖上去哦 那我们就压住四个角 那我们轻一点 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些水倒出来 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浸泡过的水呢 会有一点点混浊哦 那这些脏水呢等一下就把它倒掉 好那再一次呢加上干净的水 再把它做一次冲洗 一样呢这些水呢再把它倒出来 这就是会带走一些脏东西 好那我们要开始来定制哦 好那我们呢把这个保湿盖是打开来的 然后呢这个定制盘呢我们先放在保湿盖上面 好这个种子呢是已经泡水12小时 然后大概膨胀了一倍大的这些种子呢 我们呢就把它慢慢的倒入这个定制盘里面 种子放在定制盘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是尽量的呢让它平铺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平铺 因为种子的数量我们有放比较多一点 那所以如果有稍微重叠的话呢 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要小心哦 尽量不要弄伤种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有问题的种子哦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会继续的帮它做替除 接下来呢就把它平铺 有裂开来的 它已经裂开了看到没有开口笑了 可以裂开来轻轻一发就裂开了 这个呢也不要了 那这样子呢稍微有一些些就是比较多 不过都没关系 因为后面几天我们会继续淘汰没有发芽的种子 那这个定制完成了 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接水盘里面的这个水呢 去把它清洗干净 那这些种子呢 如果呢你这个在泡水过程中呢 就是剔除掉太多的这个种子 它没有办法铺满整个定制盘的话呢 没有关系不要气馁 因为农作物的收成呢 本来呢就是你种多少呢你就有多少 对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下次再接再粒就可以了 这一次呢就按照这一些种子来这个定制 好那呢 接下来的顺序哦 就是呢把这个定制盘 放在这个接水盘的上面 这样子 那就是让种子呢固定的这个铺平 这个盖子上呢有一些水我们把它倒掉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保湿盖哦这样子 翻过来盖子 好那同时呢要放上一个种物哦 因为呢它开始长根了我们希望它的根呢 在这个定制盘上面呢扎根 对所以呢希望它往下长 那我呢压上一个种物 好这样子呢就可以放回种植区了 好那接下来每一天呢都一样呢要这个检查两次哦 对那我们呢可以慢慢的观察 如果这个根呢都已经呢开始穿透这个种子盘哦 对到达底下的这个接水盘的话呢 我们呢就会开始来加水 今天的定制呢就到这边完成了 明天再回来观察 那我们呢就是要来进行今天的这个浇水跟照顾 那我们在一天当中呢基本上呢是一天浇水两次 可是呢中间呢这个间隔12小时 如果呢你发现你的种子呢已经变干了 或者是呢你的根呢也干掉了 这时候呢请你缩短你的这个浇水的间隔 然后来增加你的浇水次数 好那我们要进行浇水呢就先把这上面的这个重物呢先移开来 这个是为了要让它的根呢往下扎好 好那我们呢就开始来这个观察哦 因为我现在呢就已经有闻到呢一些些这个味道哦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呢第一个呢是找一下哦 坏掉的种子哦这里有一个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呢 都已经有这个冒出泡泡出来了哦对 这个呢就表示呢它已经坏掉了然后开始发酵所以呢就好像 就是一直有口吐白沫这样子 这个到最后呢它就会软软烂烂的要赶快把它挑出来 有味道呢都是因为这些种子呢开始发出来的味道 那接下来呢就是来检查哦开始来挑出坏掉的种子 其实还蛮好认的哦像这个也是 好那像这个呢颜色比较深然后你看 它呢也冒出泡泡用力一挤呢对 它呢就开始呢就是软软的跑出来 虽然它已经发芽了可是呢就很可惜 在这一片这个豌豆苗的种子当中呢这里呢看起来呢就是 它开始口吐白沫了对它死掉了把它夹出来 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呢挑出了一些呢就是不健康比较软 或者是有发出味道哦的这个种子都已经挑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种子盘上面的这个种子呢有一些空位哦 可以帮它呢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这个疏密度哦对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开始来浇水了 好浇水的方法呢我们用喷雾器大量的来冲水 然后呢冲它的种子跟冲它的根 当然不是有一些呢就是种子已经这个坏掉软软的 然后并且都这个好像都已经整个这个烂掉了 对它可能呢会留下一些这个它烂掉的那些种子 留在这个盘子上面或是沾到其他的种子 我们呢就是借由这个喷水浇水的时候呢 帮它稍微洗干净 那我们呢这个水呢要大量的冲洗 就务必呢就是让每颗种子从头到脚都有浇到水 并且呢这个水呢会沿着这个根呢滴落到这个接水盘 好那就开始大量的来喷水了 用喷雾的方式不建议拿到这个水龙头底下去冲 因为呢怕这个水龙头的水呢太强了 那原本呢已经好好的有扎根的这些 豌豆呢反而会被你冲起来 你可以偷偷看一下喔 其实呢这个已经有一些呢就开始往下扎根了 对好所以我们呢就是让确保呢 接下来的种子呢也都呢可以这个顺利的找到这个洞洞 把根扎下去 好了这样子浇水完毕了 好现在呢多余的水呢已经有慢慢的流下去了 好那我们要让这个种子喔尽快的稳固喔 所以我们在移动的时候要轻一点 因为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接水盘呢去清洗干净喔 去把它倒掉还有清洗干净 好那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种子盘呢把它放回原位 那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喔 就是这个根呢现在目前很脆弱喔 我们不要把它碰受伤了 已经有部分都长根出来了 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要在底下呢接这个50ml的水 开始让它来吸水 就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还是要继续的这个柚根这样子 那我加了50ml的水 接下来呢就是浇水完毕了 我们呢再把这个保湿盖呢倒盖在这个种子上面 同时呢在上面呢再压一个这个种物 那这样子呢今天就可以把它放回种植区域了 那每天呢记得在12小时之内呢 我们都要再来检查一下这些豌豆苗的状况 如果呢它这个干掉的情况呢 我们呢就是可以再帮它喷一点水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呢 等待12小时之后呢再来浇水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你呢你发现你的这个豌豆苗的根呢 已经呢可以到达这个接水盘的底部了 也就是呢它的根呢都已经开始往旁边长了 这就表示呢你的这个根呢已经右根完成了 你就可以呢放置在这个种植的区域里面 并且呢就是呢在接水盘里面啊加了50ml的水 可以加速它的这个右根的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这个超过60%以上的这个豌豆苗的根呢 都已经到达这个接水盘的底部了 它这个根呢都已经呢就是往旁边长 并且呢就是越长越多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移除种物跟这个保湿盖 来进行下一个步骤的种植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明天再回来观察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状况 先把种物移开来 我已经有这个闻到这个豌豆苗有点发酵的味道 所以呢来把这些有问题的种子呢 去把它挑开 那接下来的剩下的种子呢 如果说有这个根没有搭下去的话呢 也帮它把它排好 那我会先从很明显看出就是烂掉的这个 对看这个呢有问题的 好 那因为呢你看它这个根烂掉 然后呢种子也是破掉的情况 那我夹上去呢都会有一些些这个水流出来 我们呢这个夹子呢就是要把它擦干净 再接着那种避免呢这个把这些 粘到其他健康的种子上 接下来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根呢就是有点湿湿的 然后并且黄黄的 这个呢都是它坏掉的这个很明显 从外观上就可以判别出来的 然后如果有发现呢 还没有发芽的豌豆种子呢 也可以在这时候呢把它挑开来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从上面喷水了 对所以现在没有发芽的呢 未来也没有机会发芽了 就不如把它这个挑掉丢掉 那这些呢就是我现在呢挑出来要淘汰掉的种子 那其中呢有已经爆开来的 有根断掉的有这个长太短 已经没有机会长大了 然后有没有发芽的 好这些呢我们都事先呢就把它取下来 好接下来呢这个其他呢如果有呢 你发现呢它的根呢还没有扎到这个洞洞里面呢 我们呢就帮它把它排好帮它一把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检查一下 现在呢豌豆苗的根呢长的状况怎么样 好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标准呢就是呢 60%以上的根呢都已经长长 因为它已经碰到底部了 所以开始往旁边这个生长 好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就是到达呢 要进行开始就是种植的这个步骤了 从这个阶段开始呢 我们就不再从这个上方喷雾了 我们要维持豌豆苗的这个种子 跟它的这个上面的叶子呢 都是干燥的情况 那我们呢就是结束幼根阶段 现在呢进入种植步骤了 那我们呢开始来先观察一下 那现在呢豌豆苗生长的状况 你看呢这个大部分的叶子呢都已经长出来了 对 然后有小部分呢的这个叶子呢就是还比较短一点 那它的根的状况已经呢碰到底部 并且开始往横的发展了 那目前看起来颜色呢都还是白色的 就是非常健康新鲜的样子 那如果说你的豌豆苗跟我一样呢 那非常恭喜你 接下来我们就是好好的来这个 按照时间来换水 然后并且来这个把没有发芽的这个豌豆苗这个挑出来 那要注意我们要维持上面是干的 所以不要再从上面让它加水 那并且呢水的分量呢是要这个让它维持不碰到白色的这个种植盘 让它呢不会就从下面的洞这样子往上吸 所以呢这个水呢不是加越多越好哦 那我们第一次加水呢我们会加200mol 好因为呢今天是种植的第一天 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大整理了 所以现在呢直接进行到这个换水接水的这个步骤 那我们要来检查一下这个接水盘里面的水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种植栏放在我们的保湿盖上面 那小心呢不要碰撞到这个嫩的这些根 接水盘里面呢会有一些水 那并且呢上面可能有一些脏东西 我们呢去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呢再回来加新的水 好我们现在呢要加入150mol的水 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呢要在定制区再来加水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呢是为了要做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在这个桌面上来加水 加完150mol的水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定制篮放回去 放上去之后呢轻轻的稍微的这个摇晃一下 因为我们的水量只要少一点 好那避免太过于晃动呢就是可能水会碰到这个豌豆种子 但我们每一次在种植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来检查一下 就是你这个上次浇水的这些呢有没有积水 如果有的话呢你要减少你的这个浇水量 但接下来的种植过程中呢有几个常见的状况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种呢你很有可能会发现呢你的豌豆苗呢发霉了 那发霉呢通常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可能豆子在跟豆子中间啦有一些这个白色的霉丝喔对 然后呢会从同一个区域呢慢慢的拓散 那也有可能会在根的地方发现 好所以呢上下都要检查 在我们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如果有发现一些发芽比较慢的 还是呢根呢长得比较短还是呢叶子呢没有展开来的不要舍不得丢掉 要舍得呢把它淘汰掉 然后还有呢就是呢你很明显看出呢它长得比别人慢 它已经停止生长的 这些呢不要放在上面喔又如果它很明显已经不长了 我们也要把它淘汰掉 因为继续放着呢它呢就会很容易发霉 而且呢它们发霉的时候呢是会呢临近的区域呢一起发霉喔 因为它是会扩散的啊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发霉的区域比较大的话呢 请你中止这一次的种植喔并且呢把这一些芽菜给丢掉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发现呢有变颜色还有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发臭喔 这个臭味都跑出来了 它是有一些些受伤啊但是呢受伤的程度呢继续扩大来造成的 好那它也有可能是在这个高温喔或者是比较潮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细菌感染造成的啊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呢我们要尽可能呢维持下面 接水盘的水的干净好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一天两次的换水喔下方水的干净喔 然后以及呢根部以上要让它维持干燥这样子啊就可以避免它这些这个豌豆呢变色跟发臭了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室温太低了喔这个室温低到这个15度以下了 这时候呢这些豌豆呢都会长得很慢或者甚至呢可能呢都已经不成长了 请你尝试呢把它移到家里面比较温暖的地方来继续种植 好那我们已经剔除掉有问题的豌豆芽了 那没关系就是生下来的我们就好好的来照顾它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浇水 先看一下在上次的这个浇水量之下呢底盘还剩下多少水喔 那这个底盘剩余的水呢倒出来 用上次加的水呢扣除这次看到的水呢就是我们这次要加的水 那我上次浇150ml现在还有100ml 所以我只需要浇50ml的水给它就可以了 那底盘呢我刚刚呢有用干净的水呢把它清洗过了 这样子呢现在就可以加上干净的水加50ml给它 种植盘上面呢的水分喔就是好像比较多一点种植呢 有很多地方呢都呈现湿湿的状况 所以呢我打算加装这个小风扇来帮助它这个把水分吹干喔 那但是呢在60小时之后要回来检查 因为呢怕这样子的吹浮之下呢水分干燥的太快 然后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呢 第一个呢是把这个风扇的风量调小一点或是角度调整一下 还有呢就是再帮它多加一点水 还是要这个间隔12个小时呢要检查一次照顾一下你的这个豌豆苗喔 那接下来呢就是明天再回来观察记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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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是豌豆苗的第15天 那我们今天准备要来收成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子是到达收成的标准 但有两个条件 只要达到的话就可以收成了 第一个是不含羹 大概长约15公分左右就可以收成了 第二个如果我们想吃 要鲜嫩的话 你也可以决定自己要采收的时间 对趁现在还是很鲜嫩的时候 然后赶快来采收下来吃 采收的方式就是在高于这个豆子 大概上面大概两公分的地方 你把它切下来 因为你如果有留下生长的节点 继续种下去 再过7到10天你还可以再收成 豌豆的种子最多可以收成三次 也就是当这个子叶 就是这个种子 当它养分用完的话 它就会停止生长 那如果你想要采收更多次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第一次收成之后 就开始加水根的肥料 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来采收了 这个豌豆我们已经种过很多次了 之前就是有添加这个水根肥料 我们最多有收成到4次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斟酌一下这个状况 好那现在就是沿着这个边缘 两公分的地方开始把它采收下来 长得须须 非常的可爱 对 万动鸟呢 如果呢你采收下来的话呢 要尽快的趁它最新鲜的时候来吃 我们不建议呢 去把它保存起来 如果你没有要立即这个做成菜的话呢 你呢在采收之后呢 先不要清洗弄湿 我们可以直接呢装袋喔 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冷藏喔 大概在3天以内呢 就把它这个炒来吃喔 好怎么吃呢 用这个香蒜清炒的方式呢 特别的好吃 因为呢 它本身呢是一种这个非常甜喔 而且呢就是不会有苦味的蔬菜喔 然后呢搭配呢切点肉丝呢 一起下去炒呢 特别的好吃 那更多食谱呢 可以参考我们的精人食谱喔 那你都怎么吃豌豆苗的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好这次呢我们的豌豆苗 种植操翔节 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呢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喔 种植出好吃呢 又健康营养的这个豌豆苗来喔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啊 有最新的讯息 你就可以第一手得到啰 下次再见啰 拜拜